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关刚刚公布了一个消息 要把香港制造给取消掉 我听了就很振奋了 这个打法非常上路子 美国现在是摸准了共产党的命门了 打得非常好 这个打法属于经济战 这不是贸易战 这是美国突然之间就让香港的产品在美国级别降低了 本来香港制造的这个含金量是要高一点的 没有日本那么好 可能跟台湾差不多 绝对比中国大陆made in China要好 同样一个东西 比如一个电饭锅 日本造的在美国卖200美元 台湾造的能卖100美元 香港造的能卖100美元 中国大陆造的话 30美元 其实就一个东西啊 这没办法 这就是美国市场 本来历来 这套制度形成以来 made in Hong Kong 在美国就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一个品牌 现在由于中国共产党习近平特别强制 你跟大陆现在变成一国了吗 那没有必要 那美国马上就说就调整啊 这是刚刚公布出来啊 就是以后在美国海关 如果你贴着标签上面写着made in Hong Kong 对不起 打回去 重新改包装 不允许 不承认这个类别 你就是made in China 你回去给我改成made in China 再往美国来 就这个待遇啊 立即执行 但你说香港人民不是倒死没了吧 这都就是习近平这个狗糙的 打香港在美国的一个made in Hong Kong 这地位很高的一个东西给打掉了 这个 这就是零和游戏啊 这美国就是强加的 没有什么跟你谈的 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 我美国觉得就这么干 因为你已经变成一国了吧 你都给香港可以随便加一个国安法 打破过去一国两制的承诺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 你把它当成废纸一张历史文件 没有法律效力啊 好 你就是 香港就是中国嘛 那你别打什么made in Hong Kong 没有必要给你单独废这个类别了嘛 你就是made in China Hong Kong is China Hong Kong is China Hong Kong is part of China So all merchandise made in Hong Kong is made in China 就这么简单 这是老美的这种思维啊 有没有道理啊 你说有没有道理吗 他当然有道理嘛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港府今天已经上班了 港府今天就哭啊 一边哭一边抗议 不公平啊 不公平啊 为什么让我上面香港人过去挺赚钱的 那好多产品就不能往美国卖了吧 这就是 这就叫经济债 那这就叫经济制裁 经济围堵 随便你怎么叫啊 外交上那个词叫containment 就给你封死 本来让你能赚钱的 现在根本就不给你赚钱的机会 夺着呢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这就是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锅片子锅腰那个啊 魔咒术语来了 用在这儿还真合适 以后啊 凡是经手香港 过去能做的 现有的生意 能赚钱的 现在要重新调整 美国就不给你这个机会了 这就是什么叫特出的经济地位啊 过去香港是一个自由社会 它享有在美国 享有特出的经济贸易 金融 各方面 待遇比中国大陆要好 现在全部都设销 那这个症灾 就像这个给你上套一样 全给你上上 就跟你跟中国大幕一模一样的待遇 那香港人 你只能操习近平的娘 没别的办法 那这就是习近平引以孤行 逼着你们香港人 降低了地位 你赖不着别人 你也不能赖美国 我看了就爽啊 我昨天不是说过吗 抓了李志英 把他们几百万香港人都打成了民运分子了 都是对共产党刻骨仇恨 都都要推翻共产党 所以我们大陆人啊 我们要给真的给他们鼓掌 我们大陆人想 推翻共产党的 想这个 在中国大陆推进宪政民主的 我们又 一下就增加了这么多的援兵 他们是被逼上这个道的 他没办法 他这个习近平就把他们打成敌人了 变成了他们的中国共产党 阶级敌人 香港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以后 好戏太多了 所以这个 所以大家不急啊 天助我也啊 天助我也 我当然是站在一个中国大陆 受压迫 受共产党奴役的 劳动人民的这个立场上 天助我也 当然站在香港人民的这个立场呢 这是一个悲哀的消息 所以港府啊 林郑月娥啊 他们那些官僚都在那哭啊 果然感觉到疼了 还不够 还在加码 等疼到一定程度 林郑月娥就会帮香港人说话了 他就会自决自愿的 跑到北京 找到习近平 诉苦 他现在不会 他现在都是在北京领了命令 领了习近平的命令 回来贯彻给香港人民 没什么商量的 这是习近平已经决定了 他是个单方面的 传达习近平命令的一人 只有疼到一定程度 香港人民天天啊 把这个疼 把这个怨愿 传达给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才会带你们到北京去求情 这是一个双向啊 互动的过程 不是说这条路走不通啊 那走不通压力到了一定程度 林郑月娥现在已经受到制裁了 受到美国的制裁 听说她的儿子在哈佛大学念书呢 失踪了 突然失踪了啊 疼到一定程度就会起作用 所以香港人们千万不能够减低你们的怨恨 你们的怨恨就是中国共产党 就是习近平 就是林郑月娥 你别怨任何其他人 别怨特朗普 特朗普在帮你的啊 彭斯也在帮你们啊 那个彭斯发推了 声援这个 李志英啊 这个 蓬佩奥啊 这都是帮你们的啊 所以这个事呢 推翻中国共产党 逼着中国共产党改变经济结构 换一个说法 改变社会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艰巨 呃的任务啊 最理想是不流血 但是现在看来 以习近平的顽固来看 不流血的可能性比较低啊 所以如果香港人们因为这个 少赚点钱 短期之内啊 有点经济的损失 你们先担着吧 也没有别的办法啊 那么要不就 你们去到中央政府去哭穷啊 你说我们少做很多生意啊 让中央政府给你拨点款啊 把那个非洲大撒币的钱拨出一半啊 支援香港人民每人发一万块钱的补助金啊 想到这个办法也可以 我估计习近平也不一定愿意啊 习近平还觉得你们香港人过得挺滋润的 我们大陆的富人都跑香港买楼了 香港的房价这么好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大戏刚刚开始 这个各种制裁的戏码啊 正在上演会一个比一个难受 这都是 大家记住啊 这都是经济战的打法 economic warfare 你们要重新学习这个概念 过去两三年 中国和美国之间谈的都是贸易战 trade war trade war 贸易战严格讲 它不是战 就是讨价还价 讲价钱 还是朋友 economic warfare 就是现在制裁香港这种办法 这都是经济战 经济战和贸易战有本质上的区别 经济战就是搞死你 我就不让你赚钱 我知道你需要这个东西 我就不给你 我当垃圾扔了我也不卖领 就这种啊 全部都会展开的啊 经济战 战到一定程度 必然就是传统战争 就是热战 就真正发生战争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40年代 40年代发生珍珠港事件之前 美国就是通过经济战 把日本逼上了轰炸珍珠港的道路 日本也有很多聪明人 见多识广 在美国留学好多年 在美国当特务好多年 对美国清清楚楚 美国这个国家惹不起 他是我们日本多少多少倍 无论是人口 经济总量 还是生产能力 还是军事能力 我们就算占点便宜 把他的珍珠港 打掉他几个舰队 他还有别的舰队 他把我们赶 赶不死 日本军情里边 聪明人多的是 但最后就没办法 这个经济战太狠了 最后把日本 在美国的资产冻结 银行账户冻结 日本需要石油 需要橡胶 需要钢铁 进运 就是二战 之所以爆发太平洋战争 就是美国跟日本 真正四破连打起来 前面有漫长的 有好几 可能一两年吧 一两年的经济战争 经济战争的最 背后的真正动力 是苏联的特务 在美国高层里面 就是鼓动他 让美国制定 制裁日本的政策 绝大多数美国人民 当时没有那个战略高度 包括有很多政治家都不懂 说起来很悲哀哀 这一点美国人不太愿意谈 不光彩 美国人很幼稚的 你知道吗 莫斯科有一个大战略家 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最伟大的战略家 如果说斯大林打100分的话 罗斯福你能给他75分 就是有照顾 有友情分 罗斯福没有那么高 知道吧 丘吉尔给他80分 丘吉尔比罗斯福略微高一点 毛泽东 三十分 蒋介石 五十分 就这样的 这不及格的 完全是给人家 苏联红军 康活呢 我们中国人把日本 牵扯在 中国这个战场上 让日本兵调不出去 就起这么的战争 用中国人的性命 拖住了一些日本兵 但是也没有阻挡住 日本兵 征服整个南亚的 这个脚步啊 那跟美国打了一个 非常顽固 拖了好几年打的啊 这个咱就是不敢跟讲了啊 就说美国跟日本 最后打起来 发生 逼着日本人发生 珍珠港 偷袭珍珠港 这个重大事件 那是前面有经济战造成的 经济战 那美国人为什么要打经济战 有很多原因啊 其实最最重要的推动力 是苏联特务 苏联特务 主导着美国白宫 财政部 好多部门的贸易部 最重要的制定政策的人 那是苏联特工在那干活 你想想 你回头一想 这多他妈可怕 这是第一 第二 你想想这里边有多么大的 可以操控的空间 当然了 七八十年回头一看 那就算是苏联特工 推动的 这个对日经济战 他的后果 由于美国人民的努力 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成为战胜国 而且战胜国当中的龙头老大 成立了联合国 成立了联合国 创始国 然后把这个世界局势 给他稳定下来 推广了一套理念 这个理念写在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里边 咱们一般呢 有另外一个说法 叫普世价值 世界人权宣言 那个世界 在原文里边 就是Universal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就是强调是普世 不是基督教的价值 也不是我们美国人价值 是他妈的全人类普世的价值 所以咱们现在讲的普世价值 实际是联合国的一个最基本的 所有国家都认同了一套 二战之后确立的一个价值观 那么这个价值观 现在看来呢 还是相当成功了 给我们带来了70多年的和平 终于到现在 差不多走到头了 这个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动荡 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很多人说是 很多人说呢 也别急啊 先看看这个热战怎么打 冷战怎么打 新的冷战怎么打 怎么样跟共产党 现在看看到底共产党有多大能力 现在就是全世界都在涂龙啊 就把共产党这个红色的龙 给他灭掉 给他杀掉 但是杀的过程中 搞不清这个龙到底有多大能量啊 这个还得走一步 看一步 先把这个枷锁给他上去 会发明 美国会发明 非常多的 各种各样的 经济战的具体措施 就是像制裁香港这样的 多着呢 我再给大家讲讲 这意味着什么啊 这个made in Hong Kong 这个以后在美国海关 是禁止了 不许用 所有的这个货物进美国海关的时候 一看到made in Hong Kong 退回 重新包装 改成made in China 才能接受 Hong Kong在我们这儿 已经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类别了 所以在美国就买不到 made in Hong Kong的东西了 都是made in China 一下把香港这块给他降格了 那直接经济损失啊 我刚才说了嘛 一个电饭锅 随便一个日用品 随便任何一个东西啊 香港能造的东西啊 我说过嘛 一个电饭锅在美国市场上 日本造的差不多是在200美元左右 南韩造的好像也赶上去了 因为很多东西日本不怎么造 那么南韩也造 那么跟日本差不多 日本电饭锅卖200的话 南韩至少得卖175 香港台湾能卖100 同一个东西啊 同样的功能啊 同样大小啊 咱中国大陆造的话 能卖30 made in China 就这么个差别 只能你卖高了没人买啊 啊啊 这个就是多年来形成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大家的感觉啊 这是我的一种出钱的感觉 能能 你能体会到这损失多少钱吗 啊 这个损失完全是因为习近平逼着香港 搞你娘的国安法 那你说香港人们不叫他倒霉吗 这个事啊 当然普通老百姓感受不到 是那些做香港和美国之间贸易的人 那一下就重新调整换 换产品 这产品咱不能做了啊 这也没办法 没办法啊 也有会有一些新的产品 中国大陆出来的 made in China 在美国会卖的更好 这需要你们的创造力 需要你们的创新能力啊 需要你们熟悉美国 研究美国的市场啊 仔细揣摩美国消费者的喜好 哎 投机所好设计一个东西 确实好用 哎 慢慢把价格上去 哎 呃 这不容易 这需要很多年的 多年的投资 和智力的投资 啊 真的有一帮聪明人干这个 人家日本 南韩啊 台湾啊 都是这么干的啊 不是一夜而成的 像香港这样的 made in Hong Kong 呃 在美国有一个不错的 这个一个啊 不错的一个名声 价位 那也是六七十年 七八十年 熬出来的啊 香港人民的 心血在里面 被习近平这个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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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阶级斗争挂帅的 这个 他还是文革的脑子吧 就废掉了 啊 别 不要吃惊啊 还很多类似东西 还会出现 行 咱们一转眼 四百二十二 还是二百四十四啊 呃 别的没大事了 黎智英释放了 呃 其他呢 十来个是不是有没有释放啊 习近平是摇动遗传的脑子 他还没有到延安摇动 延安他没有到那个 他是实际上就是文革那个时候 文革期间 红卫兵的那个脑子 那还不服气 在延安摇动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的 共军的思维非常先进 我给你举个具体例子啊 就是 穷则四变啊 啊 四十年代 他们躲在延安 啊 在 国军在前方浴血分战 共军 八路军躲在延安 啊 在在抗头上干 啊 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他们也是绞尽脑汁 搞经费呀 哎 到美国申请经费 这说起来我得吹个大牛啊 就是现在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特别 倚重的那个啊 余茂春 啊 这是一个重庆 重庆人 啊 他的母校 是什么南川大学 还是川南大学啊 啊 那个 不不不不 中学 南川中学是吧 把他的名字给他 给他撬掉了 他是1979年 他们那个学校的高考状元 所以名字刻在背上了 啊 一直让后来的学弟学妹妹 以他为榜样学习 他考上了南开大学的历史系 79级的 啊 呃 他有一篇博士 好像是博士论文啊 还是他写过一本书 我聊过这个 他给我展示了一个文件 这是他可能是专门研究那个的 他研究这个 抗日战争时期 或者说太平洋战争时期 他是交谍的 有几年 有四年的时间是交谍的啊 美军支援 中国 抗日 那个是CIA的前身 啊 就是远东情报什么的 部门 那么一个东西 那个那个时候还没有CIA啊 是CIA的前身 搞情报的 专门研究中国 主要是军事情报 里边 他从那个档案当中 找到了一封 朱德亲自签字 毛泽东亲自签字的 一个申请书 求款书 啊 就是application for funding application for funding 跟谁申请的 跟美国 大概是跟美国 五架八楼 共产党也有资格啊 你想想你 你现在你理解不了吧 那个时候 那个共产党跟国民党 虽然说表面上说是一块抗日 但是在美国人搞不清啊 他觉得你这支拔路军 你也抗日吗 你也有资格来到我这 申请经费 我跟你援助 好像我记得 那个金额还是相当庞大的 啊 朱德代表 八路军啊 那个签字的 上千万美元啊 千万美元量级的 你想四十年代的 千万美元的 这个什么概念啊 就是以八路军的名义 向美国 五条大楼申请 经济援助 给我们这些钱 我们买武器 什么都买 包括罐头 医药用品 当然主要是军火 主要是军火 他拿给我看啊 我也没想到 哇靠还有这 这是他研究 他的专长啊 这大概是他的 博士论文的题目 所以说那个时候啊 美国人是非常幼稚的 所以说这个 你能想象再往前推 他们的这个 情报部门啊 反谍报 那还是吹草创时期 完全不是苏联的那个 那个时候的苏联的 这个情报部门 已经完全成熟 啊 渗透 想渗透哪 渗透哪 嗯 像咱们那个时候 中国咱们对比来讲啊 咱们抗 1937年开始抗战 对吧 国家开始抗战 1937年之前 36年 35年 34年 那个时候 中国各个大学 上海 北京 南京啊 这个 这个各地的 这个大学 文人 报纸 全是古早 这要抗日 就是国家 日子别过了 跟日本拼了 把鸡蛋 撞石头 就是宣传这个思想 背后都是他讲的苏联特务在干的 跑到前面那 什么宋 宋庆龄 什么他妈的鲁迅啊 这些狗糙里面全是苏联特务 知道吧 人家就有这本事 啊 搞的他妈的中国的记者 中国的教授 讲的全是抗日好 抗日好 你不抗日就是汉奸 全他们这种 你知道吧 所以那个时候的苏联的情报 非常厉害 比国民党的情报都厉害 比国民党的情报厉害多了 国民党情报部门是 苏联扶持帮他们弄起来的 那个美国也是完全被苏联情报部门 被他们的间谍渗透 以至于主导他的经济战的打法 包括国家的政策 历史就是这么改变的 就是好像那个是二战当中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那只大手就是斯大林 别人都给他打工 别人只能配合他 那么为什么说到东亚二战结束之后 我们的命运这么悲惨呢 那是因为那个罗斯福过早去世了 接班那个人对这事没兴趣 所以就任凭斯大林在东亚这么 下级巴折腾 共产党纷纷成立 纷纷胜利 作为东亚人 咱们是一个悲剧 咱们都落入红色的 共产党的这个魔掌了 那么美国呢 在欧洲搞得还是不错的 现在讲的这个冷战的概念 其实主要是讲欧洲 他根本就没把东方的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根本就没计算成冷战的一部分 这就是自己选择性的看不见 所以这个你给他调整过来 很难很难很难 19年前差一点调整过来 由于9111 恐怖分子炸了大楼 把这个就又搁置了 19年到今天才开始 终于走上正轨 那么现在打的呢 是处在经济战的打法 这个也不至于发生战争啊 我给你 梅林航河给你取消掉 让你少赚钱 你不能因为这个 中国共产党发起攻击吧 你不能给我扔个导弹吧 那慢慢来嘛 我慢慢的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有的是这治你的办法 所以美国人终于觉醒了 我相信这背后 应该是有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人治中国人是 行 老美治中国人治不住 完全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对手 中国共产党狡猾着呢 中国共产党把他们 斯大林 苏联共产党的那些 阴狠狡诈 欺骗美国的那个手法 全学来了 不仅仅是理念 而且连技术都学来了 所以美国人是不行 在这个 很多方面 在意识形态上 在宣传上 过去40年以来 美国向中国开放 宣传也是开放的 以至于咱们中国 人民日报的那个英文复刊 China Daily 我前一天刚刚 那纽约时报都给他登啊 就是中国的官方的英文的报纸 China Daily 他会印那么几十页 一个专刊 英文的 他完全他自己印 编辑 内容当然是共产党 说了算吧 加到纽约时报的那个报里面 那这个当然是 这相当于一个广告嘛 一年好几百万 好几百万啊 让 这算一个广告费吧 前天时间我听说 纽约时报 悄悄地把它删了 注意啊 不仅仅是 纸媒哦 网上也登啊 而且是挂在 纽约时报的网站下面 这个是非常精细的 合同啊 因为是金额比较大嘛 好几百 六七百万嘛 我感觉 就是共产党 给纽约时报一笔钱 我编一个 比如说二十页五十页 一个增刊 一个副刊 你给我送 这是第一 另外我内容要上你的网站 给美国读者一个错觉 这是纽约时报的内容 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品 纽约时报都配合 搞了好多年啊 最近 纽约时报 良心发现了 把那网站删掉了 这个我前两天 前两天注意到这个新闻 你可想而知 这个美国人他妈的 太幼稚了 骗了多少 麻痹了多少美国人民啊 那美国呢 就是 这叫什么呀 这叫国家安全 为什么要查进这个抖音呢 也是抖音稀里糊涂的 就在美国小孩的手机 都装了抖音了 好多人装 具体数字我不知道啊 我不玩的玩意儿 微信也都装了 这就叫国家安全啊 这就叫国家安全 稀里糊涂的共产党 就到你后院里 到你手机上去 哪都有了 其实美国人就是比较傻 真的是比较傻 这个是 这个就 损失太大了 所以现在开始整顿 不知道最终 整到什么程度 如果是我是川普的话 那我挨个给你打回去 操 你他妈的 跟我什么待遇 我就什么你弄了个大防火墙 我也给你来一个 要不然咱们就 你什么都别看我的了 咱就来吧 看谁拼得过谁 但是现在呢 走到那一步呢 还得慢慢来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这是一点好消息 我一点感慨 得一号子娘给操上去 今天还有一个事 就是想睡觉之前 来来来 把高号军的娘给操上去 操高号军的娘 操到甲醇超标 甲醇超标 以下改为轻松内容 不爱听的 可以换台了 咱们现在是 才三百多人 有什么花边吗 美国驻华大使馆 改名称的意义 他就是把那个 美国中国大使馆 原来是写着中国北京 就现在把中国拿掉了 拿掉也对 因为北京世界上只有一个 你那个中国 完全是美国人表达习惯 那就是 我们说北京 没有任何误解 不需要加中国 这是个原来的说法是 中国北京是英语 实阳不晃 活活的翻译过去的 不符合中国人表达习惯 因为在汉语里面 完全没有必要 汉语只说北京 全世界再摸第二个 那没有任何误解 那当然少用字呢 所以这改是对的 当然了 有人做一些联系 说那以后 要在台北再设一个话 那就是 美国驻华大使馆 台北 那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 那当然了 现在还看不到 还看不到美国能走到那一步 我希望能走到那一步 你现在下一波再关一两个大使馆的话 领事馆 领事馆 最后才关大使馆 那应该到台北去设一个 也可以叫美国驻华大使馆 或者美国驻华领事馆 下面是台北 挺好嘛 台湾也 中华民国也是华呀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美国驻华领事馆 台北 挺好 就把这个牌子竖起来嘛 我支持啊 希望这一天尽快来到啊 台湾的同胞们 你要努力啊 你得想办法推啊 你得跟那个美国人说啊 你说那妈的 中国是那妈的一个 野蛮政权 我们台湾是文明的 我们愿意成为亚洲的民主的灯塔 你不支持我支持谁啊 对吧 来来来来 我这个 设一个 设个领事馆啊 我希望能够早点实现啊 好事 好事啊 这个表达习惯 我再说两句啊 就是这个 中国北京 中国可以去的啊 这个 英文有这个习惯 英文比如说这个 我们 习惯于讲啊 这个 哪一个城市 后边把这个州给写上 因为有些城市呢 它是好多州都有 这个 不说出来呢 有的事会产生误解 其实大部分城市也不至于 芝加哥 美国大概只有一个芝加哥 纽约 大概只有一个吧 洛杉矶只有一个 没有 但是还是习惯于 纽约 纽约 洛杉矶 逗号 加利福尼亚 这习惯了 这是个表达习惯 咱们中国人很多情况下 跟美国人呢 语言吧 总有很多共性啊 我接着说两句 上次说的那个 说魏京生是民主之父啊 还有一个意思没说透 其实就是一个表达习惯 一个美国的人 介绍中国人 比如魏京生先生啊 这个人呢非常独特 那你怎么说他呀 我上次说到是 根据水浒传的那个 英雄书上都有个绰号 二 这个汉地忽律 朱桂 一想 这是汉地忽律啊 厉害厉害厉害 实境实境实境 有言不识泰山 这个意思啊 江湖上 名声很大 吉时宇宋江 一说就知道 不需要更多的介绍 这个民主之父 魏京生也是这个意思 啥叫民主之父啊 你不能死扣这个字眼 你说那个吉时宇宋江 难道你见他就下雨吗 每一次见了宋江 都给你个零花钱 给你个红包 每个人都给 他也不是 他也是看着给 他看着李逵这小子 武艺不错 脑袋简单 可以做我的保镖 李逵缺钱的时候 给你个红包 看武松的小子武功好 一表人才 我他们很爱他 两个人在一个床上 睡了好几晚上 注意啊 宋江跟武松 好像是两个人 有点那个意思 在财大官人的庄园上 第一次见面之后啊 两个人是彻夜长谈 累了就躺在一块 一张床上睡过觉 所以这武松 为什么特别忠于这个宋江啊 就是这个因素 可能是有点好激情啊 就是武松他给个红包 其他人也不是每个人都给嘛 对吧 所以说你说他 那你不能说你这个什么几十语啊 你不是每个人都给他 那明不复始 那你这民主之父也是这样 你也不能死就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民主之父 在中文里面是不通的 这不是咱们中国人的标准汉语 如果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汉语 来描述魏京生的话 怎么说他呢 他不是民主的爹 他是民主的爷爷 那就是符合咱中国人的表达习惯了 那咱们一般讲呢 谁是谁什么 比祖吧 是比祖 这个是祖宗啊 比爷爷还他妈的辈分高 这个意思啊 咱们老说管仲 管仲是国营祭院的鼻祖 就这个意思 他不是国 按照美国人说管仲的话 那是管仲 是国营祭院的爹 这是美国人表达习惯 他这个喜欢用这个爹 咱中国人喜欢更高点的辈分 所以这个民主之父魏京生 就是一个美国人表达习惯 你强行把它翻成汉语 就有点实扬不化 而且禁不住推敲 头二十年的时候 有那个是老人在的时候啊 还跟他说道说道 说你魏京生有资格当民主之父啊 你何德何能啊 还有人比你更符合 这是争了一些 闹了一些笑话啊 这个现在这些老人都没这个兴趣了 大家觉得魏京生民主之父 党职无愧 他资格很老大 而且真的做了贡献 也提出了五个现代化 这个是启发了一代人的思想 想了想 但是没有实际行动 咱得承认啊 想了想五个现代化 说得很俏皮 符合共产党的四个现代化 那我要第五个现代化 你得给我吧 共产党说去你妈的 坐牢去吧 没有啊 这个也是个误会 其实第五个现代化 老魏提出了之后呢 鲍德大名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都佩服他 说这个小子 他怎么想那儿去了呢 这个妙啊 好 是得了很好的名声 后来他坐牢是因为 点名批评邓小平 跟国家二把手过不去 他老子点名批评 说人家邓小平是 警惕邓小平变成新的独裁者 那邓小平心里能受得了吗 说他妈的独裁者 大家知道咱们都说毛泽东啊 我已经否定毛泽东了 你怎么又说我是独裁者呢 所以邓小平震怒 给我抓起来 判了15年 找的理由是说 这小子胡说八道啊 把咱们对于自卫反击战的军事情报 给我说给外国人了 这不行 就以这么个理由 把他抓起来的 所以说 有个别人啊 写文章不严谨 说魏京生因为提出第五个现代化 坐牢15年 这话是不对的啊 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 作为一个27岁的一个年轻人 表现了相当的语言上的才智 这个是超出他的同时代人的 而且第五个现代化提出来 喊出了时代的声音 当时那个时代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人们从文革的 噩梦当中 觉醒 就感觉到国家应该走向改革开放 那么怎么改 既然说四个现代化 那老魏说第五个现代化 民主 那是更好的 所有人民都同意 但是最终没有人干这个事 老魏也去坐牢了 所以他是有这个资格 所以老魏说运气好 年轻的时候提了这么一个口号 他吃香喝辣的一辈子 所以说你们这些文人写文章的思想家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这就是老魏牛逼 所有人都佩服他 这个 就是说他直付呢 这是美国人 想把他这个人物 介绍给美国的听众 你怎么说他呀 给他个外号民主之父 中国民主之父 听众一下就明白了 这小子是鼓吹民主的 推动民主的 那肯定是前辈嘛 肯定不是第一也是第二 不是第二也是第三 那就是这个意思 不求准确 你要死扣这个字眼 你跟他说你不是之父 你是民主之书 那就书呆子了嘛 那就石阳不化了 你就把外国的 外国人的这个表达习惯 就当成中国表达习惯了 所以他的本质区别 就是这是一个外国表达习惯 外国人喜欢动不动 就直付 像我李永宽 也是好多名词 我发明的呀 互联网这三个字 都是我李永宽发明的 你都不信是吧 我也很难证明 但是你要找找最早的文献 互联网这三个字 谁开始用的 那我 我要说我是中国互联网之父 这个得加一个括弧 解释一下才行 就这个名词是我发明的 在我发明之前 有很多人其他叫法 什么英特网 什么万维网 台湾最可笑 台湾叫网际网 这个老网民都知道 李永宽开始办他参考的时候 这办他之前 我就开始用这个字 叫互联网 这是我第一个用的 或者说我是最早一批 声音最大的 最后得到大家共鸣 现在中国大陆人 都叫互联网了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追过来啊 是不是台湾改成 也叫互联网了 还是坚持叫那个网际网 太多了 什么郭腰 李三条 这都是我发明的呀 对吧 这个直播 让谣言先行 这都是我发明的 太多了 我都是直付啊 这是外国人的表达习惯 咱们中国人就说 我是互联网这个名词的祖师爷 爷 不一样 这个明白了吧 就是一个表达习惯 一个西方表达习惯 就是英语表达习惯 和这个咱们汉语表达习惯 这个只有中英两边都吃透点 像我这样的啊 打通了中西 这个界限打破了啊 才能够给你们讲出来 一般人就 就在这 他不敢说 你知道吧 他可能汉语学得很好 他英语他 他没自信啊 当然英语很自信 完全英语很懂 那是汉语就不行了 这也多的是嘛 差不多了吧 还需要再举例子吗 年纪再大点 你把你的东西写个文章吧 现在哪有人看文章了 现在还有人看文章吗 大家都不都是做视频 或者发推吗 或者写微博吗 没有人写文章了 都是碎片化的知识 以后真正需要的 以后真正需要的 想投资赚钱的 是把这些碎片把它串起来 成为情报 成为知识 成为智慧 这个其实谷歌呀 他们都在做 都在做 但这是真正的趋势 未来的人不在乎你懂多少东西 你懂多少个方不需要 所有东西你知道大脑去查就可以了 我现在教我的孩子下一代呀 我教他查字典 好歹教不会 咱们小子不是都学着 咱们小子学着查字典的方法啊 字典摆在面前 我说你给我查什么什么字 不会 我教了好几 好几个 好几次 每次至少半小时 教不会 为什么呢 他说不需要啊 他手头那个iPad 都出来了吗 他 他就不想学 抵触 我后来一想 确实用不着了 我也很 我的 词典好几本 我从来不用 哪有时间用词典啊 所以这个查字典 都不需要了 过去咱们背的数学口诀 那些算法方法也不需要了 没有用了 没有动力学这个东西 需要重新学的技能 就是你知道到哪去找 你知道到哪去找到这个工具 不一定说你非得懂多少东西 你懂多少东西不重要 过去考试都是考你懂多少东西 以后考我相信这个 这个侧面应该慢慢在减少 就考你那些基本的本能的东西 在一大堆工具面前 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 解决问题的时候 知道用哪一个工具 有点迟远了啊 我再讲一个例子 就今天就结束了啊 咱们现在 已经进入四十多分钟了啊 这个 这背景图案我喜欢啊 这不是佛教的这个宣传画吗 有一些偏执的基督徒 对这个画有意见 那说你不能 这就是偏执 人不能偏执啊 人要变通 我今天讲一个那个 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人不危及天诛地灭 人不危及天诛地灭 这个话是 这个话本来是 他不是咱们普遍误解的这个意思 普遍误解呢 就是好像人都是个个自私的 你不自私 你都给灭掉 你活不了 感觉社会的冷酷 这个用法是在红灯记里给普及的 纠三劝李欲和 着了吧 哎 把密电码交出来吧 现在什么事代啊 人不危及天诛地灭 九三啊 日本那个县兵队长 他这个用法是错的 在这之前好像 大家也没有这个错误 是红灯记把这个错误给普及了 所以文革之后长大的这几代人 都基本上错 现在慢慢在纠正这个东西 人不危及天诛地灭 这个危啊 是有所危 有所不危的那个危啊 君子有所危 有所不危 有些是我 我应该干 有的事我就不能干啊 我有我的底线 危是作为的危 这个就对了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就是人不危及 我不能够什么都干啊 我要修炼自己 把持一个尺度 人不修炼自己的话 天诛地灭 天地不容你 早晚你得给灭掉 这比如说警告郭文贵 这小子这么有钱 不干好事 天天为非作歹坑蒙管片 那张嘴就撒谎 就造谣 就诽谤 就烂诉 就是 这就是不懂得为自己啊 这个不懂得修为啊 必然会天诛地灭 这个慢慢纠正过来 其实在英语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英语里边 英语里边 圣经里边 这个当然也不是英语啊 圣经也有汉语版啊 圣经里边 马太福音 第七章 里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 就是说你不能评判别人 你不能评判 这个所有基督徒都知道的啊 但是很多基督徒 理解到这儿 或者用这个句子的时候 用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是理解不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翻译上的错误 我今天终于搞明白了啊 就说 马太福音第七章 啊 这个 一开头就说 他说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评判别人 这翻成评判 英文原文是judge 法庭 判案子 也是叫judgment 啊 就是有一个判决 就这个意思 这个 这个 咱们 历 历朝历代的 这个 汉语的圣经 翻这个 马太福音 第七章 翻的时候呢 第一节 第二节 翻的时候 都翻成评判 或者是 就类似这个意思吧 这个实际上是翻错了 这个地方啊 你 你 你就是说 你明明看到官贵在作恶 对吧 我亲眼看到官贵在作恶 但是会有一些人说 洪宽啊 你 你 不要批人家嘛 对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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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做嘛 你这个啊 就有这样的书呆子 他说的我基督徒啊 不要评判别人啊 啊 把评判工作 交给上帝吧 啊 交给主来做嘛 你 就不合适吧 但是官贵这可能有点极端了 我其实在砸锅的过程中 很少碰到有人给我 极少数啊 不会超过三个啊 你给我来劝我不要砸锅了 很少 都觉得砸的爽 啊 那就是应该砸 只有你敢砸 哈哈 你知道吧 啊 换一个稍微 比如说魏京生 啊 我最近评论魏京生 这个私生女 任祖归宗这个事呢 评的有点多 有的人就是给我啊 这个私下里跟我说 哎呀 你这个不是得罪人吗 你 你很多事你也不一定 知道全貌啊 你讲着吧 你自己说 不要评论人家 这个私事 你看看 就是你评的多 哎 就是说 就跟我讲这些道理啊 就说到这儿 就说 不要评判别人 不要评判别人 是生活当中 在西方文化当中 是一个流行 非常广 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的一个 人生哲理 就是 当然很多人用这个 不要评判别人的事呢 是用在哪里呢 用在一个 就是你不要 凭着一个表面现象 就给别人做一个结论 你迎面来 公园散步 来了个大胖子 你不要讥笑 人家这个大胖子 你不要笑伙人家 他一般说 你不知道人家为了 你看到他200磅 你不知道他过去 是240磅 他过去一年 减了40磅 这对他的说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还笑人家大胖子 不合适 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就是说你对人家 不了解 不能凭着你的表面的啊 富光略影的表面的 这个 一知半解 你就给人家 去评判人家 这个用法也对啊 最好的一个例子 你要搜这个视频的话 在油管上有个视频 拍他非常成功 我看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 他讲一个什么呢 他讲那个机场 赶飞机 赶飞机呢 没赶上饭 肚子饿了 就在小卖部买了一盒 巧克力的那个饼干 那很甜的 很好吃的啊 他买了一盘呢 买了一盒啊 挺大的一盒 他就坐着一个桌上 在那吃 打开吃 一吃 一边 现在人嘛 一边吃东西 其实一边看手机啊 心目在焉的吃 他吃了他发现 桌子上也有个人 也在他的盒里拿着吃 他就非常不舒服 你怎么吃我的呢 是非常不舒服 但是那个人呢 拿那个饼干 是呢 跟他非常友好的 非常友善的 跟他笑笑 也不说话 就吃 就等两个人很快 就把那一盒饼干吃完了 吃完了呢 在吃完之前 那个对面那个小伙子呢 赶飞机了 跟他 拜拜 就走了 他呢 也很快就 赶到他的飞机 要赶飞机 他 拿行李一看 吓一跳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买的 那一盒饼干啊 被他的行李衣服 给盖住了 根本就没吃 他等于是 吃着人家那一盒饼干 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个段子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要 他那个懊悔啊 他是吃就是 哎呀 你看 我挫坏人家了 那小伙子高风亮节了 等于是我吃人家的 人家没给我生气 人家都给我 对着笑脸 就特别 就是特别好 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谢谢你 跟我一吃我的饼干 哎呀 你说这个我 我比人 我得 最好跟人家道过歉的 可是你找不着了 那个小伙子 先他一步 登上另外一架飞机走了 这个是一个最成功的意思 讲这个不要 不要去 因为你片面的信息 去责怪别人 就是不要去给别人做评判 这个 这个例子是最好的 类似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所以这个 你去到油管搜 Don't judge others 你看看太多了 成千上万的视频 无数的人似乎在重新讲这个故事 这个在英文里呢 勉勉强强 可以解释通 其实英文这个地方也犯错误 咱们中文 中国人理解的特别困难 有额外的原因 就是从英文圣经翻成汉语的时候 又把原来的意思偏离更远了 那咱们 咱们的先辈 翻译圣经翻译到这的时候 他没敢 把本来的意思挖出来 他没吃透 实际上正确的翻译 以后再翻的话 这个地方不是评判 而是匪议 你把这个评判改成匪议 就是不要匪议别人 原来的含义在古希腊文字当中 就有这个含义 这个就是后来翻译的人啊 他就没有挖到那么深 这个大家知道新约圣经 这马太福音 最开始的文字 是用希腊文写的 希腊文当中的一个 现在这个语种还在不在 我不知道 是当时流行的 用那个文字写下来的 那么你现在要理解 这个字的本来的含义 你得追到原来的那个文字 原来文字讲得很清楚 他有这个谴责的意思 不仅仅是评判 主要还是谴责 condem 谴责你 就相当于 咱们汉语里的匪议 就我说你的坏话 我对你其实不太了解 说你坏话 对你形成 非常负面的看法 就像那郭瑶粉看到我李永宽 就是红薯官 就这样的 他说我也没得着 他也不了解我 他就红薯官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红薯官 为什么红薯怎么来的 他不知道 他就这么用 这就是 违背了圣经 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 所教导的东西 不知道 不知道我又没讲清楚 就说实际上圣经里面教会大家 不要匪议别人 或者说说的再极端一点 不要妄议中央 就不要妄议别人 在你对别人不了解的情况下 在你对别人的这个 很浮浅 只是凭着一个 一面之交 甚至都没有交 像那些郭瑶粉跟我没有交 没有交往 他已经接受了郭瑶 灌输给他们的那些谣言 那些错误的信息 他来评判我 这就是完全违背了 圣经 新约 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教会 这个是在西方文化当中 绝对是 犯了重怒了 西方文化教育 大家在这个地方 就是教育大家 一定要保持一个谦虚的心 你对这个人不了解 你要想办法去了解他 如果你非得给他下一个定论 做一个评判的话呢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身边的机会 这个在体现在美国 英国 西方文化的这个法律精神里边 绝对不可以是一锤定音 形成偏见 你们这些郭瑶粉 觉得李文宽 就是红薯宽 就是HPV 就是给郭文贵他娘因道理塞填充物 你要不改的话呢 这个就违背了马太福音第七章了 你要给我一个身边的机会 你问问李文宽 你为什么给郭文贵他娘 给我们教主的娘的因道理塞填充物 你不能不塞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传染HPV 你得问问我 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这是西方文化 这也是马太福音 教大家遵守的东西 这个体现在生活的所有的方面 但是咱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是非常欠缺的 到了今天是完全欠缺 主要是在这个圣经的传播过程中 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翻译的时候 最关键的那个词 英语的那个judge 翻错了 就翻成一个评判 评判是一个中性词 而原来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 匪议 妄议 这都是 这都是这个贬义词 就是说 你不能够对一个你不太了解的事 你就下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结论 不行 你要去做了解 要不你自己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充分认识到这个事情的本来面目 这个人的本来面目 要不你呢 给他下结论的时候 给他留一个dual process 你给他一个时间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来申辩 这是典型的西方的文明啊 这个是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咱们中国人至今没有学到 由于郭文贵报假料 造谣诽谤 武蔑抹黑 这个已经在这个自媒体上也好啊 在这个郭腰粉跟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 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顽固的一个病造 那就好像得了皮肤病 得了他妈的湿疹 时不时的就犯病 一有机会就犯病 永远治不好 所以学习西方文化 要从一个概念一点点的抠 你才能够慢慢掌握 还得多听我来讲啊 行 还有提问的吗 点赞人太少了 只有73个人点赞 我靠 都他妈是懒汉 非常没水平 你有水平你露两手啊 好的 咱们先聊到这 魏京生早就躺在功劳部上睡觉 而且是 他也有资格呀 人家牺牲那么大 贡献那么大 那么到这么大岁数身体也不好了 那就是睡个觉也是应该的嘛 你中国民主不民主 和一个74岁老头有什么关系呀 他能享受得着民主吗 他也就是说在 就是老技福利了 别要求这老人太多 就是你们这小年轻的 你们得想办法 实实在在的推动民主才可以 该流血流血 该流汉流汉 该出钱出钱 你不能让他们七岁老头给你增民主 知道吧 这个老头已经享受不到了 而且随时会走 身体不好 所以评判一个人呢 我刚讲完 你看你还在这匪夷人家 不厚道啊 好 谢谢大家的参与 能听到这儿的 没换台的 那就是我的死忠粉 点个赞 转个推 为什么海外没有年轻人 有年轻人 这年轻人现在是 他有自己的小团伙 你不知道而已 老魏为了民主 牺牲了很多精子 没有 老魏28岁坐牢 你想想 28岁就坐牢 出来的时候都快50了 这他妈 他的性最活跃的呢 十几年是全浪费了 这种牺牲 你想想 你得设身处地去想想 这多不容易啊 中国人民欠他多大一个人情啊 武汉皮四出来的有证据吗 我他妈在等着看证据 我也我也我也怀疑是 老魏牛逼啊 就是说一说 他年轻的时候 他那个提出第五个现代化 只有27岁啊 一个你现在咱们的博士毕业 也就27岁左右 27岁现在硕士博士 这个年龄段毕业 毕业之后能提出 一个时代的 一个时代的这个人 都认同都共鸣的那种口号吗 提不出来吗 你能提出你牛逼啊 你可以吃一辈子 老魏就是个例子 现在老魏走到哪 去个全国各地 走到一个随便一个城市 到一个中餐馆 碰巧老板娘或者老板 哎呦你是 我怎么看你面熟呢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老魏说是是是 你是叫啥来着 一直想不起来 过后说 你叫啥来着 先坐下坐下 往往是最后吃完了饭 老魏买单 不买 终于知道了 你是魏先生 不能买单了 你难得到我这餐馆来一次啊 荣幸荣幸拍个照 留念 或者有的也不拍照 人不提的要求啊 就非常诚恳的说 魏先生 不好意思 就是不知道你早来 早知道你来的话 我给你 我这还有什么时候什么好吃的 你下次再来 说提前告诉我 我跟你提前准备好了 好好让你吃一顿喝一顿 我亲 亲自碰到过不止一次 我经常陪他去到外地买东西 有的时候就是累了 在外边随便 随机的啊 在美国那种小地方 找一个福建人 好多都是福建人开的 那就是老魏是有名 在人民当中 他是 他是有威望的 那他呢 他是有信誉的啊 这个必须得成了 其他人没这个资格啊 你说你别的名气大 没有 没这个 没这个待遇啊 这个是多年以来 人民 那 关心的人 就是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造就的 所以你 这没办法啊 你只能佩服 你敢骂共产党吗 操 这是不是捣乱的 我不是天天骂共产党吗 好的 谢谢大家 祝大家 星期三愉快 今天星期三可能还有大新闻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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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